媽媽謝謝你多年來的陪伴和支持 陪我走過千辛萬苦 我一定會陪你和照顧你一輩子 你清潔快樂 抱一下抱一下快點 我是79年5月出生的 我的身份證上是寫的是79年6月17 因為5月份到6月份 這個中間的一個月 爸爸在找人圍報而輸 去了那一個在新門町的一間是富甲科 能夠79年兩百萬給那個醫生 那我照一張出生證明 我的那個生日 慢一個月 一開始看到 他的時候是校學 大概三四年級的時候 然後是我在上家教課 爸爸就說有個阿姨要來給我認識 然後他就端茶進來給我的家教喝 但是因為我爸爸那時候打得很嚴重 就是我就說 是因為再找了一個 敵人來跟我做的對就對了 因為他們一定是一起的 我就覺得 不管什麼人來 我都覺得很討厭 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看一下他 然後去寫我的作業 就家教在旁邊這樣 他們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天啊要裝乖了 不然平常我的家教都在後面睡覺 然後我就可以在那邊看我的一些 愛情小說 我覺得那天他們要來 就開始裝 欸你怎麼做為這題 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很煩幹嘛來啊 打擾我的這些空閒時間 那是第一次捐到他 所以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喔 他跟我爸爸結婚的時候是 我升高中那一年 那一年我就 我跑出去外面兩三個月 然後後來回來的時候呢 就在律師事務所裡面 他就說 欸爸爸已經跟 跟這個阿姨結婚了 我的媽媽就跟我說 他不會再打你了 就是我爸爸對我的方式是比較嚴厲的 比較那怎麼講 軍事化那一種 有他之後他可以 就叫我爸爸有時候不要這樣做 然後我的小狗回來的時候 他也會幫忙養 他也很愛動物 一直以來就是 很為家裡面省大多錢 你看一個月 他的花費才一萬塊 然後他也不會去買什麼清貧 然後也不會用一些太好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女人狀態 現在要給媽媽 設好位置的 來 對 我們要給你看一個搞笑影片 嗯 雖然 怎麼說 因為我從小到大真的沒有一個真正的媽媽 但是我覺得 嗯 你有給我這個媽媽的樣子跟感覺 雖然你不是我親生的媽媽 但是 你給了我 比親生媽媽更久的陪伴 而且你做的比親生媽媽還多了 謝謝你照顧這個家 然後 也能夠理解我很多想法 或者是一些開放的心靈 因為爸爸不是一個開放的人 未來的路我也會 一定會 一起陪伴你 然後呢 到你老 到你 嗯 不能走路我都會 陪伴著你 然後呢 我也會負擔你所有的 所有的 未來人生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不一定是要 嗯 不一定是要親生的 我覺得 陪伴然後 還有 在這個家裡面 跟我走了這麼多年 十 應該有十六 十七年了 我覺得這個 比任何 任何意義都還重大 祝你母親節快樂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開始 哇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快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有 還有 這個是 Fendi的 全台灣只有三個的 限量嗎 沒錯限量 然後還有這個是指甲 有沒有 哈哈哈哈 然後還有卡片 還有一個很重大的是 他們一起製作的 身分證的那個 冰子 哈哈哈哈 這很早就有了耶 都很 一個大版的 他的話就是 就是一個完整的 媽媽跟聖母 應該是我會 孝順他 找不到他陪我時間 跟支持我時間 是比較多的 如果兩個人的記憶是不對的 可以馬上說 一定會一樣 為什麼會有 那麼多媽媽 因為爸爸那時候生我的時候 跟我的親生媽媽 兩個人都是有 原配的 然後所以他們生下我之後 我爸爸不知道 我的親生媽媽是有老公 所以他生下我之後呢 沒辦法保護口 我禮當 我的父親來會要填的是 親生媽媽老公的 名字 爸爸不願意 很生氣很不願意 造成了 我是79年5月出生的 我的身份證上次寫的是 79年6月17 因為5月份到6月份 這個中間的一個月 爸爸在找人 圍繞我書 這個現在講應該沒關係 對 四個這麼久了 不是20年的追溯期嗎 對 當年他就是 用盡了很多方法 因為他不願意 我的父親男前是別的男人 所以他就等樣都要把我帶在身邊 他又有他的老婆 所以他就是 去了那一個 在新門町的一間 復展科 等於79年兩百萬給那個醫生 那圍繞一張出生證明 我的那個生日 慢一個月 對 慢一個月 就整整一個月 所以我常被警察抓的時候 我抱給他們說 會抱成5月17 你知道嗎 然後人家就說 這場上真狡猾 還沒有抱身分 XXX 印象中好像就是 一直叫 爸爸的那個原配媽媽 我也沒有懷疑過 可是不知道什麼 就是覺得很不親 我去看他的手指甲 可惡他的臉 可惡他長得不是那麼的像 原來你也會觀察 因為我很愛漂亮 然後我想說 他唯一好看是手指甲 然後然後但是我手指甲 我覺得太短了 所以我覺得跟他很不親 然後那個媽媽也 不像是有媽媽感 因為他也不太會跟我說話 然後小燕他自己就跟我說 他不是我媽媽 那我也沒有太意外 我就覺得 心已經有那個準備 我就覺得 隱隱約約意外 後來就是他就跟爸爸離婚了 爸爸離婚之後呢 我就看到他出現 就是會來看我啊 然後他們就跟爸爸 打拼事業 打拼事業 他出現就是他有幫助爸爸 然後爸爸就是才去了 他在我高中的時候 然後就生活到現在 但是我覺得跟他 就比較像是 有感情上的 交流 交流跟相處這樣子 會比親身的還要輕啦 然後也不會排斥我 或不已久 因為我覺得我上來 只有媽媽就是比較難死 可能就沒有跟他溝通吧 因為他心中有 心裡 隱隱 所以我也能理解 我小到國中會叫他 然後到高中那裡 然後把他娶他 所以我就會給他叫他媽媽 然後他做了什麼 這樣子滿感動的 我現在會方便講 真的假的 嗯 那你走開啦 要不能講 我跟他爸爸吵架的時候啊 他有時候會過來就是 上去 這樣 因為我能夠理解 爸爸的 就適合睡覺 媽媽最辛苦了 不解母子啦 很辛苦啊 我為了他喔 然後有醫生幫忙我 開出生證明 就是為了他 要報復 講到過去的父親 一切都是為了他 我這一生 都毀在他的身上 好嚴重喔 全世界很多人反對我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他至少 沒有聽過我 妳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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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看懂的 外面大家都會就是 對他有些印象是比較 負面的 可是他並不是這樣的 不管妳的媽媽是親生的 或者不是親生的 我覺得 都是很好的 媽媽 做學生母親 母親節快樂喔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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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希望他工作方面都很順利 然後可以找到一個就是 他喜歡的男朋友 不要說 對 對 我覺得他還是要組一個家庭 要不然我覺得這樣以後是蠻孤單的 第一次給大家公布就是其實我有一個 不是親生媽媽的家裡媽媽 然後跟我們二十幾年了 他對我來說其實比真的比親生媽媽好重要 所以我覺得他協助了我人生中非常多的缺憾 然後呢被我跨越了很多人生中的一些難題 陪我就是 解決很多糟糕的困難 或是糟糕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是他讓我變得更好的 我不要出現掉 沒有辦法去看太細 所以很多東西他會幫我把關 這我真的是很感謝 你們大家可能表現的是我親生媽媽 然後親生媽媽其實跟我相處的時間 就是是你們看到的那些 就那些時間 對 然後 他是我的人生的大部分 我覺得 就是親生媽媽可能跟我比較沒有緣分 但是我會父親照顧他的責任 那是我做女兒應該的 對於我家裡這個媽媽 我是會盡心盡力 用我的所有的生命跟所有的一切去保護她 所以不管我子媽媽 我會主婦是這塊